廉政公署落案起诉23人 涉嫌在10个楼宇及商场维修工程行卫和探户 起诉的21男、两队年龄介乎38至73岁 分别是12个中介人、5个工程承办商 3个业主立案法团或业委会成员 2个物馆公司职员和1个工程顾问 被控11项罪名 包括串谋向代理人提供利益 串谋使代理人接受利益及串谋诈骗 当中3个中间人是贪污集团骨干成员 案件涉及2018年至本田中8个住宅或两个商场的工程合约 包括屋苑维修、升降机、冷气等等 金额合共超过5亿 涉及汇款超过650万